Hello, Welcome back, 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的頻道 Lokalife 等等 今天呢, 我就出道了 帶大家走一下我家附近的地方 其實我家樓下有一個所謂的industrial area 即是工廠、workshop 那我就帶大家走去看看 那現在呢, 看看周圍附近是怎樣 其實呢, 我都沒有怎樣走過 那你見到, 這裡的workshop 那些工廠其實都是一兩層的建築 就不太高的 那這間是Madonna House Rifting Roofing 那另外呢, 有很多車房 那遠方就有一個self storage 有一個迷你倉 然後有一個的士的公司 那先那間 Roofing的公司 那個工廠 有舊的樓梯 那看到呢, 遠方呢 這是我家住的附近 那其實呢, 咖啡色這裡比較新的 那白色、紅色那裡比較舊 那其實呢, 我的屋遠都很大 那到綠色那邊呢 那就是我家住的附近 那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就在那邊 那你見到呢 這條路最尾高的建築 就是一個公屋 公公屋村的公屋 我相信遲下都會拆 我的屋苑都在拆很多不舊的公屋 據我所知是全英國最大的公屋群 就是以前的公屋 開始拆下拆下拆下 越拆就越少 就慢慢建了很多新樓 你看到淺啡色那裡 就是一些剛剛進了火的新樓 我住在那裡 綠色那邊 這座四五年樓 這座四五年樓 也有新樓 下面最低的兩層 就是複色單位 這座四五年樓 就是之前看到的座高的公屋 就是之前看到的座高的公屋 中間這裡有一個挺大的休憩公園 你看到那裡的藝人屋都是公屋 就開始慢慢會拆 後面這裡都已經拆完了 基本上也叫做建得挺快的 這裡還在建的位置 這裡應該比較貴一點 這一座都是公屋 是一些大公屋 所以現在就開始拆了 你看到左邊這裡 有些很矮的建築 就是車房和工作室 據說 都會被人收購 被其立法折章拆 是起樓的 我們看到這裡是studio workshop 現在這裡 不吃這裡 就是以前的studio 就改建成是駐宅 來的現在